在《封神演义》中 十二金仙是产教的主力 也是原始最得意的门徒 为何称为金仙 金仙的意思就是地位最高的神仙 圣人以下就属他们地位尊贵了 不过要取得这样的地位 那可不容易 那得经得住修真岁月的苦闷 还得经历千万劫难 才能修成真体 获得金仙的称号 而这产教的十二金仙 能有此殊荣 那也是下了苦功的 也正是因此 他们才能获得金仙的称号 得以在整个封神中百无禁忌 不过世间知识没有绝对 在封神中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只要一出生 这十二金仙也得为命是从 不敢稍加反抗 那是什么东西能让地位尊贵的 十二金仙尽如寒蝉呢 听我细细道来 话说文中文太师兵伐稀奇 阵前屡屡受挫 于是邀请了金敖岛上的十位天君驻镇 并且在阵前摆下了十绝大阵 而产教这边 十二金仙受原始之命 也纷纷来帮助稀奇 要破这十绝阵 阵前 两边神仙相见 自视化不投机 在一场例行的嘴炮完毕后 大战开始 燃灯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 首先发出了号令 要先破天绝阵 正在此时 突见一人从天而降 原来是原始大佬坐下的邓华 奉原始命令 前来破这天绝阵 产教众仙一看 颇为欣喜 老是让此人前来破阵 可见此人必有奇妙之处 但是随后的发生的事 却让产教众仙心中一凉 怎么回事 这邓华进入天绝阵后 还没动手 就被天绝阵中的雷亚 轰成了飞灰 产教众仙这时候才明白 这哪是原始派他来破阵呀 这分明是让他来送死 给封神凑数呢 也不知道这邓华 怎么得罪了大佬 但是 虽然死了一个邓华 但是朕还得破 于是燃灯提议 让十二金仙之一的文书 广发天尊 去破天绝阵 但是这文书心里没底 原文写到天尊感到天绝阵门手 剑里风萨萨寒雾 潇潇悲风 也自迟疑 不敢善入 文书眼见炮灰邓华死得那么惨 心里有点害怕也是必然 所以才迟疑 不敢善入 但是此时突然出了蹊跷 原文写到只听的后面金钟响出 只得要进阵去 这文书本来在迟疑 突然想起一阵钟声 最后只得进阵去 从只得二字 可以看出文书的无奈 没办法了 不进不行了 豁出去了 在接下来破其他阵的时候 好几位金仙都跟文书一样 不敢进阵 甚至不想进阵 但是一阵金钟响过 这几位金仙无奈 抱着豁出去的信念 才去破阵 那这金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一出声 让这些金仙万般无奈 只好抱着逼死的心前去破阵呢 诸位 其实这金钟不在稀奇 而是在玉须宫之内 这钟也不是什么厉害法宝 可能就是玉须宫一口普通的钟 那为什么金仙要害怕这口钟呢 那是要看这钟是谁在敲 原始的狠毒 这十二金仙能不知道 破阵之前 先送来个炮灰邓华 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也是个警示 目的是让产教众先心力明白 师父的心有多狠 而文书等人在阵前犹豫的时候 原始用钟声给予警告 意思是你进去可能没事 但是违抗失命 必须得死 文书这些人虽然是金仙之尊 但是听到了玉须宫的钟声 也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试着破阵 毕竟老师得罪不起啊 其实 在真实的古代战场上 都会设置一个发生的东西 比如雷鼓冲锋 明金收兵就是这个道理 如有纳文古不进者 必须军阀处置 因为没有另行禁止 很难打上仗 而原始这么做 也是为了防止手下人窃战 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另行禁止是必须的 必要的时候 用点狠辣的手段 也无可厚非 所以说 就金中这么一个东西 他一出生 十二金仙都得为命是从 这被后世君记 是失命难为